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就是怎樣做一個皮的心心禮物盒 其實這個禮物盒都一樣是不用手縫的 我們用摺出來的辦法就可以了 首先就是要有這個紙樣 其實紙樣真的對任何做任何東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看,其實它也有攪拌中間是這樣的 變成一個心心的禮物盒 本身應該是用在紙上的 但其實用在皮上都一樣可以的 隨你自己喜歡 我首先就選了一塊紫色的皮 因為禮物盒我也想它是鮮明一點和特別一點 然後我就放在這裡 我就用磚畫皮的銀筆 先把外形畫出來 其實這是一個木的紙樣 所以是非常堅硬 你不用怕會弄壞它 除非我不知道,應該沒有什麼方法弄壞 所以它會覺得有很多物質 這就能放在包裝我們在中間 它會先把外形畫出來 好,檢查後 我先把外形畫出來 這個鈔筆 用剪刀割開兩邊 剪刀割了 基本上就完全完成了 接著就把包包進去 穿過去 另一邊一樣 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CMC或修边液 剩下边的皮革 其实这个皮革也不太无草 所以可以的 如果大家嫌这里不够坚定的话 可以用少少胶面膠纸 把皮革黏住才送给人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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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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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可以再循環用來裝其他東西送給其他人也可以 感覺好像比較好 或者可以放糖 如果是萬聖節的 我們可以放糖然後包起來送給小朋友 也可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就試一下 或者如果上枝的紙樣是很大的 都可以inbox我的 或者是再e-mail傳給你們 記得Like我Facebook 和Follow我Instagram 拜拜